由赵又婷 邓伦主演的古装玄幻电影 近日在内地正式上映 这天身为导演和编剧的郭继铭 就带着主创团队出席应后见面会 场面热闹 众所周知邓伦只要一放假 就会为兄弟做伴郎 令不少网民都称他为伴郎专业户 但想不到这天他就由伴郎升级 见证粉丝被男友求婚的一幕 第四经历 虽然我比较棒的 但是求婚的时候我第四经历 我一般都是经历结婚的 那我们终于火星见你一手了 我经常当司仪 看完这样吧 你今天改一个成绩 你是证婚人 你到这边 我就会 你到这边你给他证图坑 来吧 你挺会的 对 挺会的 求婚不要贵错地方 不是贵邓伦 是 贵女朋友 来 准备 我们在现场 在邓伦的见证下 完成这次人生适的转变 说两句 看给我吧 虽然邓伦演过不少剧集 但讲到拍电影 这次就是第一次 所以他也很感谢导演对他的赏识 陈亚奇是我的第一部电影 我觉得首先还是要陪导演 敢用一个陈亚朋友开个电影 然后给了我一个几乎 收到了导演很大的鼓励 和给我很多的信心 然后还让我勇敢地迈出了这一部 我觉得这已经八个月的时间 我觉得是一个 我上了非常好的一场作 我觉得让我真正地认识了电影 是一个什么样子 不管是在拍摄上 还是在所有的长期准备 总之我觉得第一次电影 还是真的是无比的幸运 郭敬明所导演以及编剧的作品 在观众眼中 评价一直都好坏参半 但是他每部作品 对选角要求都相当高 而邓伦所演的博雅大人这个角色 更是找遍全国才找到合适的人选 他还说自己被邓伦完全颠覆 我把剧本发给他看了 然后伦敦当时看完 他演出了这个故事 但是他有点犹豫在于他 因为你知道他的皮肤影 对他很慎重 他又说了 他说导演你觉得 我应该怎么去塑造这个角色 以及这个角色 他的光点在哪 光他的成长在哪 我觉得当时我也聊了好多人 我跟他讲过 我心中的博雅是怎样怎样的 他的转位 后来聊完之后 他又比较有信心的 他觉得就是应该自己 是能驾驭这个角色 虽然赵又廷最先被导演 选作主角秦明 他也对又廷的演技没什么挑剔 不过又廷就说 郭敬明给了两样特别的功课给他 我当真也蛮开心的一点 就是觉得自己颜值应该不错 所以很多配合 应该还是再现 再现 然后帅吗 谢谢 也是付出了很多努力 这一次就是导演对我的演技方面 没有太多调整 但他前面给我两个功课 一个就是瘦白 所以我前期做的最大的准备 就是减肥 不美白 不美白 对 但是其实拍摄真的特别开心 大家相处都很同胜